沙特联赛第18轮赢来一场比赛 利亚德·辛悦在主场迎战艾布哈 利亚德·辛悦在联赛取得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成绩 前17场联赛15胜2平 以47分占据榜首位置 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 把利亚德胜利和吉达国民等强队都完全压制了 在缺少内玛尔的情况下 利亚德·辛悦依然踢出如此高的水准 让人惊叹 在亚冠赛场 利亚德·辛悦六场小组赛五胜一瓶保持不败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晋级 在国王杯中 利亚德·辛悦也是所向披靡 利亚德·辛悦无疑是这些赛事的夺冠大热门 这一次 利亚德·辛悦面对的是于南球队艾布哈 结果 利亚德·辛悦收获一场大胜 本场比赛利亚德·辛悦排出 四二三一阵型 米特·罗维奇顶在最前面 迈克尔 马尔科姆和达瓦萨里的进攻组合 连妹出击 卢本·比内维斯和米林科维奇比萨维奇 搭档双后腰 阿布多勒哈米德 库利巴利 布莱西和沙赫拉尼四后卫首发出战 布努担任首发门将 比赛开始后 就进入利亚德·辛悦的节奏 米特·罗维奇有非常好的机会 他在禁区内胸部停球后小角度射门 结果踢偏了 第十八分钟 利亚德·辛悦取得禁球 沙赫拉尼在左侧投球摆渡到中路 米林科维奇包抄抽射 球进了 门将一点反应都没有 四分钟后 利亚德·辛悦获得点球机会 达瓦萨里在禁区内被放倒 米特·罗维奇主罚 他大力抽射破门 帮助利亚德·辛悦扩大比分 第三十五分钟 利亚德·辛悦差一点再次进球 只可惜米特·罗维奇的射门被力柱挡出 半场结束 利亚德·辛悦2比0领先艾布哈 利亚德·辛悦上半场控球率高达66% 九次射门 两次射政 进了两球 而艾布哈上半场 六次射门都没有打进 下半场一边再站 第七十三分钟 达瓦萨里补射破门 扩大比分 七分钟后 利亚德·辛悦又进球了 这一次依然是米林·科维奇的进球 他完成没开二度 第八十二分钟 利亚德·辛悦继续进球 莫罕默德·比卡努突入机器怒 推射破门 利亚德·辛悦真是踢疯了 随后 卢本比内维斯任一球直接破门 艾布哈彻底崩盘 最后时刻 米林·科维奇再进一球 完成帽子戏法 最终利亚德·辛悦7比0横扫艾布哈 C罗一夜遭到双重打击 一方面球队被利亚德·辛悦甩开13分 另一方面 在射手榜被米特·罗维奇追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